为了偷取C-5银河运输机内的F-117 这群恐怖分子将一架改装过的加油机 飞到了运输机的空中加油地点 然后通过他们黑入的空管系统 与运输机的女机长取得了联系 刚开始女机长还有些疑惑 为何加油机会比他们原计划早到10分钟呢 但确认过恐怖分子给的身份后 女机长也没做过多的迟疑 便按原计划让他们给飞机加油 运输机开始对接输油管道 而恐怖分子则让手下先通过输油管道进入运输机内 然后用角膜机切开机舱的钢板 接着让驾驶员打开输油装置 没过一会 运输机内的机组人员却发现油表没有任何的变化 见到这样的情况女机长立刻呼叫加油机 但呼叫几次都没任何反应 刚开始他们还以为是加油机的无线电出了问题 便没怎么在意 随后女机长便拿着工具包去检查油表 殊不知这时恐怖分子正在通过输油管道潜入运输机内 当他们全部进入运输机后 头目马上通知驾驶员断开与运输机的连接 这时机组人员见情况不对 立刻让另一名小伙去通知机长 谁知这小伙刚出驾驶舱门 直接被恐怖分子一刀送去了西北 然后冲进驾驶舱很快就控制住了剩下的驾驶人员 接着没过多久 他们将女机长抓了过来 恐怖分子头目以其他机组人员的生命要挟 让女机长输入驾驶密码 将飞机调转到其他航线上 见到这种情况女机长只能按照他们要求操作 运输机很快就改变了航线 另一边早发现情况不对的马克 提前就躲入了厕所的通风管道 这时突然一名恐怖分子走进了厕所 马克趁他不注意一脚将其踹倒 然后双方开始近身肉搏 不过没一会恐怖分子就被送去了西北 马克拿枪慢慢地走出厕所后 很快再次遇到恐怖分子 眼看厕所内的恐怖分子马上会被发现 马克准备先收起楼梯 结果立刻被下面的恐怖分子发现 双方展开了猛烈的交火 在恐怖分子前后夹击下 马克一不小心击中了氧气瓶 瞬间飞机就炸出了一个大洞 这名恐怖分子也因此被吸出了机外 而另一名恐怖分子趁乱从后面一把锁住马克 但在马克拼命地挣脱下 他们很快滚入了楼梯 就在翻滚的过程中 马克一刀将恐怖分子送去了西北 此时的运输机因被炸出了一个大洞 飞机已经偏离了航线 头目知道这样的运输机 不再可能将他们送到目的地 于是他决定直接驾驶F117飞到目的地 先让同单位F117装好导弹 然后给他加满油 没过一会F117就准备好了 接着运输机的舱门被他们缓缓打开 头目爬入驾驶舱后 很快就熟练地操作起来 而这时的马克准备从后面偷袭他 结果F117发动机刚一起 他就被先飞数米远 头目戴上头盔放下驾驶舱带 稍稍加大一点推力后 F117就这样直接从运输机上吊了下去 随后马克走向另一架F117 爬上去后直接将里面恐怖分子丢下飞机 与此同时 运输机的驾驶舱内 这名机组人员趁恐怖分子不注意 快速从后面控制住了恐怖分子 就在恐怖分子即将挣脱之时 女机长从他身上拔出匕首 狠狠地刺入他屏内 同一时间恐怖分子却开枪射中了这名机组人员 好在他并不是很严重 随后他们带好降落伞 女机长将他扶到了紧急逃生口 而就在此时头目驾驶的F117已经准备好导弹 就在他要发射的前几秒 马克驾驶的F117也成功掉了下来 接着头目直接向运输机发射了导弹 但同时女机长紧急启动了逃生舱 随后马克驾驶的F117成功打开了机 他马上调转方向开启最大推力 去追击恐怖分子头目 很快就到达头目后方 武器系统锁定后 立刻按下了发射按键 结果系统显示他的飞机没有装任何武器 原来头目早就知道他没有武器 所以才让他这么快锁定自己 这时的马克也不慌 直接飞到头目飞机的前方 头目见马克没有武器还如此嚣张 他立刻追了上去 可不久后马克开始了低空飞入山谷 然而头目进入山谷后 却怎么也无法有效的锁定马克 就在瞄了不知多少次后刚锁定转 立马发射了一枚导弹 但很快就被马克轻松地扭 马克的这一操作还是让头目出乎意外 于是他准备戴上VR眼镜来攻击马克 殊不知这正中马克下污 因为只有马克知道VR眼镜的缺点 于是他开始快速灵活走位 而头目通过VR眼镜能清楚地看到马克的各种复约的存在 就在他再次锁定住马克后 立刻又发射了导弹 这次马克依旧不慌 马上开始高速飞行同时将飞机拉高 就在头目高兴地合不容嘴时 突然VR眼镜出现了闪平 趁着他闪平之际马克立刻掉转方向 将飞机对着头目飞了去 再马上要撞上时马克快速裸上来 而后面的导弹则直接击中了头目的飞机 Speaker 1, 2, 3 台��